这个的尺寸大小 跟我们在专卖店看到的行李箱 尺寸大小是一致的 他拖走这个物体的时候 会不会留下脚印 这个地面条件太差了 足迹没有坚定价值 这西装是刚运过的 这说明死者下班之后 还有其他的安排 可能是去约会的 不 健身卡 这个健身卡 这个健身卡 这脚垫为什么会在这儿呢 从灰尘分布的情况来看 他原本的位置 应该在座椅下方 然后被移到了这儿 你们看这双鞋 这很有可能就是 李克华的鞋 难怪我们在燃烧灰烬里头 并没有看到鞋子的残留物 死者脚上确实没有穿鞋 这里有镇骨水 被用了一半 死者很可能脚部受伤 脱了鞋擦了镇骨水 然后正放在脚垫上休息 脚垫在椅子下方 然后他遇害 把脚垫从那个位置 蹬到了这边 脚垫上好像有些物质 黄色和黑色的物质 凶手很可能也踩过这个脚垫 这个脚垫的质地很粗糙 如果凶手的鞋在上面 摩擦过的话 很可能会留下未电物质 手前 好 一会儿我们就会把那个 垃圾桶进行排查 有什么问题吗 盖子是怎么开的 拜托啊 这世界上不是只有细节 构空强迫症好吗 垃圾桶里有一块带雪的纱布 桌面上也有一块 但是医疗器械 好像并没有被动过的样子 医疗垃圾 有时候会传播传染病 随手把垃圾桶盖上 是每个医生都有的职业习惯 这个医生有记录就诊的习惯 从他的记录来看 昨天只有一个人来看过病 只写了消炎 应该还没有来及详细记录 那就更奇怪了 这个纱布上的血迹很新鲜 但是范围很小 伤者来诊所包扎 一般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很久之前受的伤 过来换药 这种情况下 伤口里流出来的不是血 而是血性液体 是暗黄色的 另外一种可能 是刚刚受了伤 立刻需要包扎 但是需要立刻包扎的伤 不会这么轻 从这个纱布上的血量来看 凶手术的伤不需要包扎 垃圾桶只有一块纱布 盖子又没有合上 是不是说明 他刚把纱布扔进去 然后就遇害了 走 这么看来 凶手是伪装换药 然后趁其不备相其下手 凶手有伤 但只是小伤 他选择在中秋节这一天 在其他诊所和医院 大部分关门的时间里 来动手 至少可以不引起 别人的怀疑 看来 案件性质定了 这是一场计划周密的凶杀 这写的是什么呀 这场紫色的纸上是他的笔迹吗 从下笔力度和字迹中心监局来看 是同一个人的笔迹 只不过这一张写得更用心一些 思念也许未曾相见 热恋也许没有永远 心生把我们相连 终长互诉同病相连 你们的老三样来了 快点吃啊 这诗写得这么烂 是歌词吗 应该不是吧 我觉得是他自己写的 没准是首藏头诗呢 把自己喜欢的人写里边了 不过这么苦情 应该不是写给自己老婆的 没错 李克华没有结婚 而且一直单着 你看这句啊 从未触及你的笑脸 是不是他喜欢的姑娘得了 癌症去世脸 你赶紧先把韩君模式给关了吧 不是这样的话 那就是单相思喽 你看啊 你不能走到我身边 我亦无法把握明天 唯有遵从命运差遣 命运差遣又不是在古代 那就是三角恋 他喜欢上别人的女朋友 而且刚好这个别人他又认识 我爱情这件事呢 你切记有可能 我真是控制不住 我脑内的洪荒之力了呀 先吃饭 我说 为什么一聊到感情问题 我们的秦大法医 就跟个吉祥物似的 吉祥物 你见过这么冷脸的吉祥物吗 也是啊 爱情属于鲜活的 不属于死尸 吃饭 你现在吃的这块就是鱼的死尸 你不介意 我现在听你说 我现在听到这块 你觉得车低卧 你也听到这个这块 我现在听到这个 就知道她是一个 任何可疑的驾驭人员 我们都会记录的 但是你别忘了 凶手是有交通工具的 他也可以从车里取游 现在的小汽车 为了防止偷游 都将游路设置成了弯曲的 应该不太可能实现 大卡车 油箱是直挂的 确实可以取游 但是现在这些车 都是烧的柴油 那摩托车呢 摩托车 助力车 这种两轮车 贸似确实挺好取游的 这么大一个箱子 固定在摩托车背后 也不是不可以 抛尸地点 DNA 有伤 交通工具 我们离凶手 应该已经不远了